那如果如果今天我們的這個宮廟去了大陸 我們並不知道它是不是共產黨 我們也接受了招待接受了吃飯 甚至於他幫我的媽祖關公 玄天上帝王爺還打了金牌 那這個回來之後坦白講 這個交流裡面我們的宮廟人人自圍 然後因為他最後會衍生那個邏輯是 如果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不是支持民進黨 你就可能被打為被滲透的一個反對勢力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既然總統來問我說 反滲透法裡面的哪一條不對 蔡總統 你是總統 我是人民 總統接受人民的詢問 你怎麼反過來問我余美人 是我是總統嗎 國民黨讓我們非常的失望 所有的立委為什麼都不站出來反對 今天是親民黨站出來反對 親民黨的立場沒有要國家被滲透 國家安全 人人有責 我們也支持要訂立一個反滲透的法律 來保障國家的安全 但是親民黨今天要講的是 12月31號這場沒有經過充分討論 而要強行在這樣子倉促的時間 所通過的反滲透法 違反了程序正義 違反了程序正義 也違反了這個民主的慣例 同時呢 它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法律 我們有吃炒米粉 也談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對於反分裂法的問題 我再一次的 反滲透法 不是現在那個名詞要改成 兩岸斷絕來往法 蔡總統公開的承諾過 說應該要好好的 要審查 然後好好大家來討論 如果一個現在執政的政府的領導人 公開所做的承諾 都不能夠兌現的話 那這個還叫民主國家嗎 我跟郭董事長交換意見 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再給民進黨一次機會 不可以在最後的那個 12月31號 在那邊強行通過 否則我所聽到的 就是他們準備發動 同樣的街頭上升 台灣會變成另外一個 像印度這樣的一個情況 香港一樣的情況 這是我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昨天曹新城董事長 在一個研討會上面說 九二共識是胡說八道 大陸怎麼可能同意你兩個中國 您怎麼看 曹新城董事長這一番光 他講得非常對呀 坦白講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政權 每一個政黨 都有它的基本的看法 我常常講 談到九二共識 但是我今天沒有時間 跟你詳細的談 坦白講 我就是當年在處理兩岸關係 所堅守的 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的基本原則 中華民國基本憲法的 基本精神 到底是什麼 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 維護我們自由民主的制度 這是我們基本的立場 的 就像我一身 給你 有一個 就像我一身 但是 就像我一身 有一個